因為台南社大是在閻平國中裡面 所以這個委員 因為台南社大其實在台南市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呢 這個訪市的時候在參訪的時候就特別帶了這三個委員 其中有一個委員是 那個荒野保護協會的賴龍肖老師 現在是理事長 阿肖老師就跟著這個進來之後呢 那其中另外兩位委員 其中有一位委員 就看了台南社大的這個 在同樣的場景然後有這麼多的山葵 然後學生拉了海報說 要守護山林然後這些蛋肯的問題 然後就貼了大字報洗成海報 然後這個委員就說 你們這些老師在幹什麼 怎麼可以帶學生帶頭作論呢 你搞不清楚 說理務局做得有多好 然後就這樣罵 然後那阿肖老師就 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的這些其實他就這樣罵 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在委員聳聽 都說 都不知道林務局人家做得有多好 人家造林造得有多好 然後只會再講這些事情然後 去抹滅我們的政府機關 再想想看 當你 現在站在現場上的時候 當你想想看 整個山區不只這個地方 都潰爛成這樣的時候 當你想想看 你在山下 我們在談的山林 在談的我們的國土 微粹 那 這個禮拜在談的其實 在談的是這個東西 你現在沒有行動的話 我不知道我們的孩子 到底 有沒有機會能夠存活 我們現在其實是在跟時間在比賽 其實 陳老師在講說 1990年之後 其實已經進入到不可逆 那很多人在問說 就不可逆了 那我們能夠做什麼 那其實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但是這樣的一個災難 這樣的一個災難會很大 但是不至於說這樣的災難會造成 這麼多人全部都 就是2300萬全部都不在 也不至於 那可能會存在有 1%可能會活下來 假設這樣的災難 這麼大的話 那我們希望的是說 透過很多的教育 最起碼 在未來的幾十年之後的 一個大災難 讓這些存活下來 1%的子孫 他能夠記取我們 這一些世代 的錯誤 不要再犯錯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教育 希望能夠最後留給子孫 他們能夠記起教訓 那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 現在的當權者 他這麼不重視歷史 他們這麼不重視歷史 因為當所有的歷史都被他土改 或者是被他掩蓋的時候 我們的子孫就沒有反省的機會了 你看整個阿里山區過去的100年的歷史 政府不在乎 那你看到很多像台中市的 過去的百年的歷史 他也不在乎 就是說 當整個社會發展 他的歷史整個都不願意 在乎的時候 車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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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最後就是講說 我們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就是 我們過去祖先在這邊的很多的歷史 不管是他是對的 或是錯的 我們一定要忠實的去把它找回來 因為這些歷史 是我們過去的記憶 是讓子孫能夠反省的 唯一的機會 這是很重要的 那 唯有在地的這個土地跟人產生的文化 才是整個社會 他的靈魂 所以 我們希望說大家能夠重新找回 記憶跟文化 然後呢 也是踏著我們這片的土地 讓我們感受到 到底我們的母親 受傷的有多麼嚴重 還記得 我跟你們講過的 我們為什麼要上來阿里山 因為 包括了太平山 八仙山 阿里山 這三大林場 是全台灣 降雨量最大的地方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地方 他的崩塌就會最嚴重 這個地方叫做心臟地帶 什麼叫做心臟地帶 心臟就是 你只要這個地方受傷了 他就斃命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媽媽的心臟被捅一刀的情形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雲霧帶 就是全台灣降雨量最大的地方 你看到的我們的森林 是這樣的情形 這個其實受傷的是非常嚴重 那講很多 只有帶你們到這個地方來 你看再多的投影片都沒有用 你只有到這個地方來 你感受到了 我相信 比任何的文章 或者是投影片 都來的有效果 我相信大家 走上來應該會有感受到 為什麼 我們會憤怒 為什麼 我們會擔憂 為什麼 我們要有行動 因為 真的如果我們不要行動的話 真的 我們的子孫會沒有希望 我們慢慢走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好 謝謝